how can i be sure 谁啊 是我干妈 这么快就送家长了 呀快 等我了没 他是你干妈 小时候打走书了 他逼着我叫的 哈喽我叫瑶瑶 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叫我干妈 笑 那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哦 当做自己家就好了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他 我们都十几年的朋友了 你别多想 哇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乖儿子快喂我 小卷你也多吃 我就说嘛 瑶瑶啊 一定躲在我女婿家了 阿姨你怎么来了 叫什么阿姨啊 叫妈 当然 瑶瑶因为不想出国 就对她妈谎称跟我在一起了 只要帮她骗过阿姨 她就会走的 小卷你别生气 那我怎么办 你暂时假扮我妹妹吧 什么 乖女婿 来了 不是妈多嘴啊 你这妹妹啊 也太没教养了 见头长辈都不打招呼的嘛 你 是 回头我好好说说的 来来来来来 留个合影 我呀 要去炫耀炫耀 要去炫耀炫耀 对对对 亲一个 亲一个 妈 小卷 今天的事 你可千万别当真 其实 我一直都有喜欢的人 你大可放心 真的 当然 不过 就是比我小点 年龄又不是什么问题 那你 不生气了吗 哎呦 我狗粮都要吃饱了 乖儿子 他们等急了 我们走吧 走 哎 去哪 几个发小 打声去一句 我也要去 都是难道 不太方便 下次再介绍你们认识 快走吧 快走吧 哎 早点回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心 怎么还不回来啊 高原 小卷 你怎么起那么早 我起太早 打扰你们了是吗 你说什么 小卷 你别误会 我们俩 这是昨晚朋友就会喝多了 你们都这样了 还是让我误会吗 对不起小卷 那是我妈突然插岗 一块山了呀 哦 你用你 你该山不去呢 鹿小卷 你别闹 都说了 他 你都干什么 那你可能 先干妈过去吧 小卷 我只说好苦 我之后就该放片一望 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在 哎 不好意思 你走吧 哎 等等 老板 咖啡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来吧 哦 那 让 为什么 竟然找个阿姨来跟我谈生意 你们继续我们公司协助调整 静姐 你 静姐 为什么突然提交资争 我曾经是一家 时尚公司的策划总监 每天努力工作 最后一个走 我在这个行业 坚持了二十年 最后因为年龄原因 被辞退了 静姐 那你到我们公司 是为了找回认同感吗 那个时候我很失落 在尴尬的年龄 我该何去何从 我尝试过投简历 但结果都是不漏用 年轻的时候 因为专注事业 一直没有成家 没了事业的我 让孤独感不太放大 至少我发现了一个耳机 耳机 指引我 到你们这里尝试面试 找回自己的自信 原来那间耳机 指引我把你留下 是这个原因 诶 等等 年龄不是问题吧 我觉得 可以让它试试 我好像知道 什么是神奇耳机了 哟 你真的懂吗 每个女生都有 内心脆弱的一面 耳机呢 就是坚强的一面 小伙子 你说得对 这个耳机 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语气 其实很多事我们都可以做到 就是不敢行动 那 金姐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呀 得到你们的认同 我已经找回了自己 打算回老家 开着设计评计班 嗯 加油 每个人都将老去 但不用任何年龄 只要还有一颗 炙热的心 光芒 就不会消失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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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